菲律賓海警船 現在竟然主動碰瓷 去衝撞中國大陸的海警 你可以看到 這是菲律賓的船艦 跟中國大陸海警惡意吾吾 你看他是刻意撞過來 這個我們待會兒 如果畫面你會看到更加的清楚 那大陸海警局犯人干預 就是說3月5號 菲律賓違背承諾 向非法坐攤的軍艦 馬德雷山號運送物資 故意衝撞中方的海警艇 賴老師 然後我想問一下 賴老師 故意碰瓷 我覺得菲律賓這個國家 出爾反爾 然後大藝人都做不到 然後一直像小偷一樣在偷東西 我覺得這個行為真的是很不好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這樣做 不像一個君子的一個行為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菲律賓在過去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在黃岩島活動 也沒有在仁愛灘活動都沒有 因為菲律賓建國很晚 那那個海域我們早就是我們中國人在守的 其實中葉島也是如此 很早就是我們在守的 那菲律賓等到它成立了一個國家了以後 它就開始聲張說那些島嶼是它的 那我們就覺得奇怪 先佔原則我們早就佔領了 你這個國家是之後才成立的 怎麼會變成說這個島嶼是你的呢 你就可以知道國際法院那些法官有多黑心 收了錢寫那些判決 你可以看到那些都是國際法院的違法官 我們再強調因為國際海洋法庭有說 他們不是我們跟我們沒關 不是他們立案的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 不管怎麼說 菲律賓利用颱風 我們在中葉島的軍人到太平島去避颱風 這講的是台灣的部分 但是他們在一結束 他們的颱風一結束 那因為他們離我們比較遠 然後他們就去把中葉島佔了 我們發現了以後 那我們要打回來 美國人說這樣不准打 好 我們就這樣白白的丟掉了中葉島 接著呢1998年 1998年的時候 美國去攻打這個南斯拉夫 然後炸了中國大陸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中美正在交涉 所以中美的關係很緊張 菲律賓就利用那個時候 在美國的支持下 就突然間把那個那一艘破劍 馬德雷山 馬德雷山號就跑進去人海灘 就坐灘在那裡了 中國大陸就跟他周旋 然後他承諾他要撤離 結果到今天為止 1998到現在他不撤離 二十幾年了 對 他非但不撤離 他還要在那地方加強攻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菲律賓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小馬克思上來 他承諾南海的問題不挑起爭端 所以他到中國大陸去進行國事訪問 中國大陸也是以君子的熱情接待 結果呢他回去之後東西也拿了 然後結果美國來了 來了以後他改變了 他出爾反爾了 然後他就開始在南海搞事端了 搞了一年多到現在沒有停 沒停啊 仁愛礁當時也是講好 那也就是說你人道援助 我們可以給你特殊通道 那讓你人道援助 但是其他的不可以 可是你看他就利用在這一次 在澳大利亞的東協跟澳洲的峰會 由澳大利亞主辦 澳大利亞提供這個平台 澳大利亞就暗中協助 菲律賓就在這個地方在鬧事了 然後鬧事以後就把新聞做很大 而且還讓小馬克斯到他們的智庫去專訪 然後去做演說 然後指控中國大陸 在指控完了以後 還假猩猩的說 我要跟你 我們有相同血緣的DNA 我要跟你好好的 我們是親戚嘛 我們應該常常來往要走動 然後但是呢 你對我所要偷的要搶的東西 你不要去管我偷你的東西 搶你的東西 你都不要管我 我們就相安無事 你說全世界有這種邏輯 沒這種邏輯 然後他就在這樣子弄完了以後 然後歐美的媒體完全一面的 完全罔顧事實 倒向菲律賓 完全罔顧事實 那我們再強調 菲律賓建國很晚 這個島嶼我們早就已經宣示了 而且還在美國的這個支持下 我們就宣示了 都已經早就完了 你看歐美的媒體 魅得良心睜眼說瞎話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完全倒向菲律賓 菲律賓就要去衝撞了 當然把他趕走嘛 還太客氣了 我還覺得還太客氣了 應該 再重一點嘛 有什麼好客氣的呢 對菲律賓這樣的一個國家 你美國敢出面來試看看 對 沒錯 你就出來 你不要當一個 一個長徑人 躲在背後 躲在螢幕背後 一直叫菲律賓 你有本事你就走到前頭來 我覺得解放軍就等著跟你 我們一直在強調 解放軍就等著跟你開封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 解放軍要試刀了 這個刀再不試 那什麼時候才試呢 所以呢 這個如果說中美要開火的話 我們都不像是台灣 而是如果是真的要南海的話 中國大陸也是做好準備 中國大陸在這邊呢 就在自己的領土上面呢 已經呢 做了很多的不成的航母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菲律賓你這麼做嘛 整個字你更自導自演的一個碰瓷 所以呢 中國大陸外交部說 向菲國提出嚴正交涉 表達了強烈的抗議 好 另外再來看到說到了小馬可是 你可以發現說 他真的是說一套做一套 譬如說呢 他五號的時候說 菲律賓啊 儘管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有點緊張嘛 但是還是希望跟中國大陸合作 但是如果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 或權力啊 管轄權遭到忽視的話 菲律賓還是會予以反擊 這個是講怎麼樣 我想跟你合作 但是呢 在南海上我們也不讓 但是南海都是你在挑釋的 我們回到上映章 你會發現說 菲律賓你這樣做 真的對你有幫助嗎 你可以看到不只是小馬可是 菲國外長呢 在這一次 澳大利亞跟這個東協的相關峰會的時候 他說什麼和平解決南海問題 但是中國大陸應該停止騷擾 非方船隻 到底誰在騷擾誰 美聯社就說 另外呢 其實他們也特別拿什麼 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結果說 要各國聯合起來反對 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然後小馬可是也說 我們受到威脅之下 當然別無選擇 但是中國大陸駐飛大使館 就開始連六問 誰不停攪動南海局勢 誰在散播中國威脅論 誰在拉幫結判 經濟脅迫誰發明的 那造詩原因又是哪裡呢 誰慣用這些手法等等 那都六問了 結果你可以看到 他又對於剛剛說的 任愛昭又在炒作了 好 關鍵你看 還是在美聯社 又在講那個國際仲裁法院 觀眾朋友我們講事實 就是論事 杜特蒂 一旦在上台的時候 他就直接要求美國 要還給菲律賓三千萬美元 那為什麼要還給菲律賓三千萬美元 因為他就直接說 當初就是美國叫菲律賓去南海鬧事了 鬧事完了以後 製造事端以後 就拿了三千萬美元 然後到聯合國裡面 到聯合國的象牙海庭法庭 去找那一些親美的那些所謂的法官 包括一個主審的 就叫做日本的那個法官 然後有荷蘭的還有其他的 波蘭的等等 都是親美的這些法官 然後親美的這些法官 然後他們收了這個三千萬美元的錢 三千萬美元 他們五六個人這樣分掉 然後就用這筆錢去租了 國際象牙法庭的一個辦公室 這是國際象牙法庭有公開承認的 就是他們是租借他們的辦公室 然後象牙法庭沒有受理這個案子 所以是他們個別法官在下班時間 他們利用菲律賓拿給他們的錢 放在荷包 每個人退休金 荷包裡面幾百萬美元 篩得滿滿的 然後就用租來的法庭 而且中國大陸說我們不承認你 因為你根本不是象牙法庭 而且中國也不派任何人 因為你根本就是違法 然後他們也就這樣 搞完了一場猴戚 在中國大陸缺席的情形下 他們玩了一場猴戚 然後最後就判決 各位觀眾朋友您知道嗎 他們連太平島 太平島有兩口水井 而且太平島是永遠沒有沉沒在水裡面 他們還說太平島不是島 是礁 但還有淡水 對 你就可以知道 這些人從來沒有到過南海 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 竟然還可以把太平島說成不是島 是礁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多黑心 這個日本人帶頭 然後就拿了黑錢 然後就弄 弄完了以後 你看美聯社就採用了這個 這個偽國際法庭的所謂的偽判決 然後每天就在那邊寫 你只要看到 有哪一個人引用這個判決的 那些絕大部分都是西方的 歐美的那些反中的仇中 恨中的這些媒體 他們寫的 那他們就是一直在玩這一首 坦白說 如果以正式的這個國際象牙法庭 都還判決美國跟加拿大的爭議 這個美國敗訴耶 加拿大勝訴耶 美國完全不甩 觀眾朋友 正式的象牙法庭 判決美國敗訴 它卻起了加拿大的領土 美國都完全不甩 美聯社從來不講一句話 但是這個偽國際法庭 然後判了偽判決 而且收錢辦事的 都特地都直接公開講明了 就是拿了我三千萬 而且美國人不敢把那三千萬 還給菲律賓 以免作死是美國人 叫菲律賓搞的 然後完成這個樣子 這個美聯社還有臉 敢引用這個偽判決 不要臉 所以呢美國現在就發現說 你會不會有一點雙重標準呢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其實美國強加全世界 就說中國道路很危險怎麼樣 但是很多阿西亞國家其實並不是這麼想的 譬如說來看到呢 這個是馬來西亞總理安垮就說 美歐澳洲對中國大陸有意見 但不應該強加給馬來西亞 也不應該阻止馬來西亞跟中國大陸保持良好的關係 那其實不只如此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呢 其實也特別提到說什麼呢 你們常炒作南海的問題啦 但是針對這個議題呢 各國都有主權的申索嘛 特別是中國大陸方面 還有新加坡澳洲都有抱持不同的立場 但是他說他對此呢沒有抱任何的立場 看起來也不希望跟著你美國走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台灣你真的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到兩岸這個局勢 越來越僵 我們真的不希望局勢鬧到這樣子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等不到道歉啦 現在陸方的代表就是說 後果由民進黨來負責 那大陸家屬呢也拒收每個人十萬人民幣 那離開了金門 你看家屬在這個金門地方 向他的親人道別 因為他們根本等不到道歉啦 好另外再來看到大陸也有一些怎麼樣呢 一些新的做法 大陸海警船呢 被說密集在金門的水域呢 進行巡邏 27號的時候也突破海峽中線 另外呢還說到了24海里的地方 這會不會是一個新的圍台的模式 我覺得目前我們可以很篤定的說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怎麼樣翻船 然後兩個人怎麼罹難的整個過程 我們覺得我們我們廣大的2300萬的台灣民眾 以及14億的大陸的朋友 還有罹難者的家屬們 還有包括中國大陸來這一次談判的這些官員 我覺得我們都不知道真相 因為民進黨當局他們不肯公佈錄影帶 然後不肯公佈錄影帶 而且航機圖也不肯公佈 他們什麼都不肯公佈 還有執法者的這一些海星署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的口供也都不肯公佈 什麼都不肯公佈 但是他們都看了 都看了 然後他們選擇性的公佈他們所要的 所以他們沒有給我們全部的人一個事實真相 由於沒有客觀的事實真相 沒有可踩性的事實真相 我們就無法去區分責任是到底應該是怎麼樣來歸屬 例如說到底是哪一邊負多少責任 哪一邊負多少 然後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例如說到底是應該是故事自人於死 還是說真的是沒有任何碰撞 然後那個船就自己這樣翻了 還是怎麼樣 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知道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最短的時間內把真相公佈出來 對啊 所以現在只能夠依靠的 因為民進黨當局他們沒有想要解決問題 他們我強調管閉林等少數人 我相信他們可能有看到錄影帶 他們可能有聽到錄影帶 那他們有沒有完全的保全證據 我們不知道 他們有沒有經過刪減我們不知道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證據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又不肯公佈真相 他們又選擇性的對外發布一些片段的 零零碎碎的事情 零零碎碎的片段是他們隨意在公佈的 然後他們又當他們公佈的時候 他們不會違反司法不公開 可是當我們要問更細的時候 他就又說這是司法不公開 各位您有看過這種人這樣操作嗎 這樣的一個手法很明顯的就是政治操作手法 用政治的操作手法不讓大家知道事情 那目的就在哪裡 就不是想要解決問題 不是想要緩和兩岸的局勢 反而要藉由這個事件去炒作 然後這個升高對雙方的對立面 那麼激化彼此之間的仇恨 他們認為越激化彼此的仇恨 就越有利於民進黨當局去裹挾台灣 把台灣綁在一個戰車上 跟大陸切斷關係 他們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最有利於他們搞台獨 所以他們藉由任何一個事件 就不斷地在操作台獨 因為他們認為台獨的溫床 就是讓2300萬人 跟大陸徹底的決裂 跟大陸徹底的決裂 跟大陸沒有任何關係 甚至相互仇恨 那大陸人恨死台灣人 台灣人恨死大陸人 相互仇恨以後 他們就可以把台灣捆綁在 台獨的列車上了 這樣的情形下 他們就可以去推台獨 其實他們就藉由這個機會 來去玩弄政治 你看到最後兩岸的關係 果然一直在上升了 金門的金字之水域沒有了 金門的這些漁民相親 他們捕魚的時候 他們會面對這樣的問題 然後接著呢 接著就是海警船 開始進入台灣海域了 那台灣海域如果未來海警船 進入了到了12海裡 甚至已經在沿岸間執法 那請問一下 那樣的一個情形下 雙方之間有沒有可能 對峙或是插槍走火 爆發了戰爭 目前來講我們一直努力的 在管控分歧 盡量不讓戰爭發生 可是您知道 仗沒有打起來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問題 民進黨當局一直在玩弄 可是一旦仗打起來 一切都來不及 對真的是一切都來不及 之前的時候我們就不斷提醒 烏克蘭為什麼會爆發這個衝突呢 就是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 不斷地去戳這個俄羅斯 到最後呢 我們一開始也不相信說 俄羅斯真的會動手 但是俄羅斯真的動手了 所以呢這個大國之間 你真的不能去挑釁他 因為要好好相處比較重要 好另外再來看到台獨可能就覺得說 我有美國爸爸給我靠啊 美國給我很多的底氣啦 比如說來看到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5號證實喔 美軍的伯克級的飛彈驅逐艦 分N號又來了 5號所謂例行性通過台灣海峽 但是賴老師我們知道說以前 每個月都會來一次 現在就被發現說來的次數也少 但是呢就要給台獨一些底氣 他過去都是在月底 我們已經講過好多遍 他常常都是在每個月下旬的時候 由南往北走 這一次因為上個月沒有來 結果就挑在兩會開會期間 他就來走一次 其實在這個部分裡面 是故意刺激中國大陸 是有意的 也就是說我就是在你兩會的時候 我走過台灣海峽 在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就是給台獨撐腰嘛 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覺得大陸的講話 現在已經很明白了 就是直接點名你美國了 沒有點名美國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直接講美國了 而且美國的霸權主義 中國大陸已經在政府的工作報告中 已經強調 絕對會對抗到 也會反對 而且會聯合世界各國來對抗 這種霸權主義的國家 其實就等於是 中美之間的相對抗 已經白日化 也已經攤在政府 公告明白的公告裡面了 對啊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已經重返了海權大國 美國你可以來通過所謂的台灣海峽 但是你真的在作戰的時候敢來嗎 你光航母呢 可能都會被反介入跟區域拒絲 擋在了第二島鏈以外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靈痕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萬的結果